我先還原一下查賬的過程 在第一時間 你要跟時樂發聲明之後 我們非常緊張的 要跟端木正會計師了解說 到底有沒有這900多萬的憑證 後來我們得到的答案是 一開始說 是他作賬錯誤 有瑕疵 因此我們就全面清查 而端木正會計師 他帶著他的助理就坐在旁邊 那我們真正在查賬的人 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的錯誤 他說因為這個在登打之後 出現的差額 監察院需要我們來相關補證 那他就擅置調節 也就是說 這900多萬都是他憑空捏造出來的 那現在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停查 到底有沒有真正有支出 有收據 有憑證 但是卻被 會計師因為他們的粗刑 因為他們的便宜刑事 所以誤報漏報上去監察院 這個就是事情的真相